本来前段时间我都不准备拍国产系列的 因为我发现你们 不怎么喜欢看曹师傅修国产 然后呢又有人给我留言说 希望曹师傅能继续拍下去 那好那我们今天呢又接着来拍一期嘛 我就看一下有没有人给我点赞吗 这是一台长得很帅的同行 寄来的小米11 故障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输入密码 进入系统 它这个背景搭配的非常好 我很喜欢 就算这个背景 我觉得这个机器维修的成功率应该会高很多 来到设置页面 打开WiFi 可以看到它是不出信号的 这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烧WiFi 对于这个鼓掌有的人在笑 而有的人在哭 我就是那个笑的人 我把心底感谢了一种赏我们饭吃 好吧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机器的维修过程 嘴板拆下来了 非常的亮 就像我们隔壁村的那个亮仔一样 我是最喜欢这种机器的 先用刀片配合风枪 慢慢的刮去 CPU周围的黑胶 持续加热 取下运行内存 继续加热 温度到了后 直接拆下 CPU 除主板上的这个黑胶和芯片的胶呢 都非常简单 一把好的烙铁 配合吸气袋 就能轻松搞定 乔师傅又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 一来呢 是不知道究竟该拍点啥 二来呢 最近也没休息好 我们楼下两家同时装修 那声音是贼大呀 大姓早的 我就感觉楼底下敲的叮叮咚咚的 我经常都是在梦中被吵醒的 最近 大家也知道 都是在特殊时期嘛 我睡的二梦二梦的 我老以为有人在定钢板焊钢条 单板底开机 那这就是小米11的标准电流 在主板的焊盘上 那打上一点点焊油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焊油装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 217度的高温锡 所以说 咱们在加焊这个CPU的时候要吹很久 那CPU下层装好后第一次开机 你看到这个电流 卧槽吓死我了 这电流不对呀 然后我又把CPU重新安装了一遍 那这次的电流就对了 所以说嘛修大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分心 我就是在装CPU的时候 一个媒体从旁边过 不小心瞟了一眼 结果装偏了 那继续我们安装运行内存 也是一样的哈 稍微加热的差不多后啊 轻轻的推一下就可以了 再次单主板开机 那这个电流就非常的nice 剩下的活就一次搞完 倒入硅脂 散热铜膜 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统统给他安排上 这两年行情不好 因为这个口罩 我们楼上倒闭了好多家 不过大家也不必过多的担心 形势肯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大家要相信国家 怎么可能像我 一位朋友说的那样 白天无增加 晚上用车拉 形势一天比一天好 邻居一天比一天少 这纯粹就是瞎扯蛋 说不定他邻居 悄悄去排队打18万的针了 顺便说一下 因为口罩问题 大家 变得有点贪便宜 买东西只要看到 别人标的便宜 也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就冲上去抢着付款 没错 不是我就说这个机什么情况 你好歹还是问一下 因为我最近 这段时间 修了好多 大伙踩雷的机器了 我是实在劝不动你们了 最后再提醒你们一下 如果实在要买的话 就尽量中午买吧 为什么呢 好了 这台机器就维修完毕了 所以说 这背景还是有用的 视频呢 你们看完了 我的赞呢